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波段高点11678之后 对于这个盘势很清楚地告诉各位 当前面它在跌破11478反转向上的意义 就是一个所谓的破底穿投 破底穿投然后拉出了18点上引线的意思只有一个 它就是要做成一个所谓的区间震荡 如果说这个区间震荡它可以反映台北股市未来的话 各位所看到的隔天就在昨天行情开低 然后呢做了一个技术性的下修 为什么是技术性的下修 因为它回撤五日线的位置 回撤五日线表示它是一个强势的整理 它是一个强势的整理带出来今天大盘在开平之后 止步于就止稳于五日线 然后再往上创高来到了 这一波又再创下了波段高点 而且来到了整数关卡的11700点 这11700点所伴随而至的是成交量放大 那成交量放大我们当然对大盘有一个更高的期待 可是各位必须要先想到一个重点就是 这一根红线如果说从一个比较细的角度来看的话 在最后一盘市场花了120亿拉了20点上来 本来是收在11680 如果说它收在1680 也是收在就是说这个前波的高点之上 对于所谓的嘎空走势来说 那是一个温水煮青蛙式的嘎空 简单的说就是没完没了了 可是在今天尾盘为什么就说 明明它是一个往上涨的行情 却要刻意的花120亿 把这个行情拉到11700点呢 如果说我们就说这个了解 就是说它拉抬的用意 是为了要反映这个形态上面的完整性的话 这一个上升相形的结构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那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就是在礼拜一行情创下波段新高拉回 然后在五日线直稳再往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市场它所提供的条件是什么 它所提供的条件就是高空低买 然后尽量的尽量的在这个有限的空间之内 创造超额利润 要在有限空间之内创造超额利润 对很多很多观众朋友来说 这是一个最终极的目标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行情从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月上下 也不过就是200多点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意态阑珊 因为就是说这个行情在一个来回震荡的架构之下 虽然今天创下波段新高 可是200来点的空间 我相信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行情好像是不好做 行情好不好做 取决于就是说你所使用的方法到底对不对 所以光就在一个上升相形的架构 如果说它是你可以掌握的未来的话 在它明天往上拉高的时候 是不是它提供了另外一次 可以让我们逆向操作赚钱的机会 那你会想一件事情 这个行情明明已经创下波段新高 你叫我逆向放空 这个时候你不是摆明了跟市场对着干吗 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 你所谓的顺势操作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在一个趋势向上 然后你做一个所谓的跟进买多的动作 一波杀下来200点不要多 不要多只要200点 你就已经心惊胆寒了 更而浅 杀下来200点的意思是什么 杀下来200点的意思只有一个 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你是操作期货指数 跌下来200点你做多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会接到营业员的电话 营业员会告诉你什么 先生如果说你现在不补保证金 我就要把你的仓位砍掉了 做多被说这个追缴保证金 我相信对各位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 可是很难接受的很难接受的讯息 可是它却是一个事实 所以就是光就在一个所谓的实际操作部分 你告诉我这个行情到底有多可爱 对多头来说到底它创造了多少的获利空间 我坦白说 坦白说你看到事实就不是如此 所以光就一个操作跟一个行情来说的话 你必须要先分清楚 在这一个来回震荡的架构之下 你走高一根中红的时候 我们又觉得这个行情会不会拉得太高了 如果说你面对行情都 都有各式各样的借口的话 那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行情永远是行情 你永远是你 因为你永远面对行情的时候 没有一个积极的想法跟做法 积极的想法跟做法 在这个阶段 如果说我们付诸行动的话 你得到的结果绝对不一样 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在一个有效的方法之下 如果说就一个创高的走势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说很清楚的了解到 在股市获利的三大要素 第一方向第二节奏第三选股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操作的是股票的话 在股票的部分 在今天行情创下29年的波段新高 来到11700点的同时 照理来说 我们的股票也应该创下波段新高 可是创下波段新高 跟就说 它在拉高的用意来说的话 这档股票我要请各位多加留意 这是一个温馨的提醒 什么叫温馨的提醒 就是3661的四星 在昨天创下了历史新高 也同步的创下波段新高 它是不是比大盘预先做了一个反应 它所预先做的反应 是突破了前波高点243.5 然后今天做了一个压缩整理 今天做压缩整理的重点 是在于它昨天拉高突破 是不是一个破线少停损 兼诱多的动作 这可以让市场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可是我在这边要告诉各位的 它在形态上面所形成的 是一个不规则双顶格局 你心里会想一件事情 这一个带量突破 连续两根红线带量突破 你告诉我这是一个不规则双顶 我告诉各位 你所看到的跟我所看到的绝对不一样 因为我看到的是K线告诉我 这一个点 这一个上礼拜我的收盘价 还会让我们在看到的时候 你认为它目前处在这个位置 拉回来 是不是一个不规则的双顶 所以光就在操作的同时 我们必须要分清楚 你掌握的是市场的现在 还是市场的未来 另外就要跟各位报告 在期货指数的操作部分 各位所看到的 在上礼拜五收完盘之后 很清楚地告诉各位 行情就是 就在形态上面 跟各位所做的分析 它是一个上升相形 多重顶的复合形态 你心里会想 趋势明明是网向 为什么是多重顶 答案很简单 因为它每一次到高点的时候 都反转向上 反转向下 每次到高点的时候 都反转向下 每次到高点的时候 都反转向下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它是一个多重顶的格局 最起码 最起码它来到这一个高点 会反转向下 那另外为什么要加入一个 上升相形的这个架构 原因就是在于 它的行情在持续往上 然后呈现一个高姿态 整理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反转迹象的同时 我们当然要以上升相形的架构 来就说这个适支 用上升相形的架构来适支的同时 到礼拜一 当行情跳空开高 往上来到上升相形上缘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在突破上升相形上缘 我们必须要理解它的突破 是一个破线少停损兼幼多的突破 你这个时候又会有一个 大为不解的问题 它明明已经突破了这条线 你告诉我 它是一个破线少停损兼幼多 这个坦白说 我真的听不下去 可是 对于这个所谓的破线少停损兼幼多 绝对有它的道理存在 因为在昨天的盘前 在礼拜一的盘前 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盘前的Light 告诉所有投资人 盘中别忘了参考 多空转折点11697 多空转折点是什么意思 多空转折点是在它行情往上的时候 出现的一个反转现象 反转的点位 所以在盘前告诉各位 11697 它是一个多空转折点 当它来到11699的时候 你认为 你认为 它是不是一个破线少停损兼幼多的突破 当然不认为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的 它已经突破了 等到它突破 你再告诉我 这是一个 就是说假突破 然后真幼多的话 事实上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也不是如此 如果说在当时 你看到的不是如此 对于所谓的 多空转折点11697的话 你当然会有所怀疑 会有所怀疑 当你会有所怀疑的时候 表示了一个很清楚的事实 就是你跟赚钱的机会 又再一次擦肩而过了 为什么 因为各位都知道 当它来到11699 两个转折往下跌破颈线 告诉各位它是一个悲饼格局 而且还进一步的让各位理解到 为什么它再来到11699 是破线少停损兼幼多 因为在这边你所看到的 就是在开盘的时候 它出现了两根黑线 出现两根黑线的意思是什么 高档收两黑必有低点 就是说它一定会有比11632更低的低点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会不会让各位眼睛为之一亮 会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市场告诉我们 它会有比11632更低的低点 表示就是它行情 在11632之上的任何一点放空 我们都可以在市场上面赚钱 而且拉得越高 我们赚的钱就越多 为什么 因为它一定会看到 会让我们看到 比11632更低的低点 那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时候告诉各位 高档收两黑必有低点 这个时候各位以为 它是不是一个 我们可以掌握的未来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在一个所谓高档收两黑必有低点 道理来说也不是你说了算 当然对于行情的解读 它必须要经过市场最严苛检验的时候 这时候各位所看到的 各位所看到的 就在隔天行情往下跌破了11632 在跌破11632之后 行情持续的来到前波的起长点 来到前波起长点 告诉各位这是一个 来到前波起长点指纹 告诉各位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头肩顶 不规则头肩顶怎么看 就是头部在这 左肩在这 右肩在这 那今天 行情在往上创高 突破的右肩的时候 表示它是一个失败的头肩顶 那失败头肩顶表示说 这个行情 我们并没有就说这个 精准的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同时 这个时候 面对行情的操作 我们要如何进行呢 如果说从礼拜一的整体盘式解读来看的话 可以让各位理解 就是你所使用的方法 如果说是一个由下额上的投资方法 逆向操作的 逆向操作的button up的话 在一个来回震荡的架构之下 你能赚到比别人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那由下额上的投资方法 它可以让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 创造超额利润的条件是什么 第六 做趋势的创造者 第七 比别人早一步买 也比别人早一步卖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要请各位来回顾 礼拜一的操作 它是不是 已经很清楚的让各位理解到 所谓的比别人早一步买 比别人早一步卖 到底要如何的落实 就像刚才跟各位报告的 在会员所接收到的简讯 10点3分的时候 也很清楚的告诉会员 10月台子15分 K线暗示11632 不是低点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的 高档收两黑 它必有低点的时候 所以趋势虽然向上 逢高放空策略不变 目前报价11675 挂架11682 正负两点放空 正负两点放空在11682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它不是这一波的制高点 可是呢 它却是一个赚钱的位置 它是一个赚钱的位置 你在这边先行做卡位动作的时候 这是不是比别人早一步卖 如果说你能落实 比别人早一步卖的话 就如各位所看到的 行情在开高 然后拉下来 再往上攀高 来到11699之后 行情两个转折往下 跌破了11670 跌破11670概念是什么 跌破11670概念 在当天的盘后 也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它是出现了当冲第一次的卖出去 讯号所有能够正确使用当冲四次 出现买卖讯号的正确使用方式的人都知道 在这个时候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可以在市场上面轻松赚钱 什么事情 就是你出现第一次跟第三次的买卖讯号的时候 你要立即的做一个跟进动作 立即的做一个跟进动作 跟之前在跟早盘逢高放空 虽然是两码的事情 可是他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在隔天你看到行情跳空往下 然后两个转折再来到11625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请各位来看一下 请各位来看一下 在昨天行情震荡往下的9点46分 成交口数放大到了1926口 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这1926口是在他灌破11630之后 所出现的这一根黑线 所形成的就所带来的成交量 那如果说他所形成的黑线带来成交量 表示什么 表示有很多人在这边追空嘛 有很多人在这边追空 在跌破11625 或者是说在昨天行情拉高到11682 你作为一个逢高放空 可不可以让各位很清楚了解到 很清楚了解到 赢家跟输家是怎么区分出来的 我相信面对同样的行情 各位可以很清楚的判读出来 而且对于一张单子的重视程度 我相信 我相信在这个市场上 在这个市场上 没有人可以比我爱马前炮团队 更重视会员的投资权益了 为什么 因为你所看到的 当行情持续往下的10点59分 12个台子目前报价 11630 11682 政府两点流创空单 改色停力于11648 如未处级空单续留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策略 就是一个告诉各位的压迫式的停力 压迫式的停力 它可以带来 这个最终的结果 就是把我们的饼做大 压迫式的停力 可以把饼做大 到了12点34分 12个台子目前报价 11612 11682 政府两点流创空单 改色停力于11631 如未处级空单续留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让各位了解到 当行情看对的时候 你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让获利持续 讲白话一点 就是让子弹飞 而就让子弹飞 这个时候又进入到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就是在昨天盘后 各位看到什么 各位看到 在一开盘 就一路的往下 来到11559的时候 这个时候 对于这个行情 我相信很多人 很多人都认为 好像 好像这个跌势 蛮凶猛的 可是在跌势 很凶猛的情况之下 到了收盘 我们看到 他又 他又重返荣耀的同时 这个时候 对于所谓的实际操作 如果 如果说我们可以 在这个行情的往下 来做一个回补 或者反向买进动作的话 那不是 那不是就说 把这个行情做一个所谓的 全程的掌握了吗 可是在他行情往下的当时 如果说 如果说各位有 就是说在操作夜盘的话 我相信当时各位的想法 绝对不是这样子 可是 可是就是 这些所有的一切 都是一个假设性的 假设性的想法 那怎么样 就是说 让我们理解到 就是在行情来到低点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逢低回补 或反向买进 昨天 昨天的6点03分 行情已经跌得不像样了 十位台子目前报价 11576 昨日11682 正负两点空单 流仓空单以获利超过100点 口述多者 可先部分回补 其仓位 改设停留于11611 如未触及空单续留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说这个操作指令 不就是很清楚 让各位了解到 所谓的人休息 钱 他是不会休息的 而就在这一个6点钟 所说所告诉会员的 这一则讯息 是不是可以让各位 进一步的理解 就是我爱马前炮团队 对于会员投资权益的 一个态度 这个态度可以让各位 就是说这个进一步的理解到 为什么在昨天行情往下跌 大家都认为 这个行情好像不好的时候 要做一个 要做一个回补的动作 你说又赚了100多点 坦白说了 如果说你今天行情看对的话 不要100点 1000点都可以赚得到 可是我却必须要让各位理解 就是回补的意义 在于就是赢家心罚的部分 当市场没有全面熄火之前 你绝对不要火力全开 纵然 纵然你看这个航行 是在高档震荡往下 可是呢 你还必须要 就是说让自己 站在一个安全的位置 而让自己站在一个安全位置 这样刚才跟各位报告的 这个时候态度很重要 态度 对于我们本身来说 可以让各位很清楚的理解到 今天如果说你是跟着我爱马前炮 并肩作战的话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事情做不做得好 它是一个能力问题 今天我能不能带各位赚钱 这是一个能力问题 可是呢 你要不要去做 你要不要去做赚钱的事情 或者是说你要不要去把这一个 可以赚钱的事情落实的话 就是一个态度问题 当一张单子 从头到尾 帮会员做一个全程掌握的时候 你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说态度决定高度的同时 我相信各位已经很清楚的理解到了 而且在每一次转折点浮现的时候 我相信你都看得到会员在场内的实际操作 在上礼拜五的早上9点7分 当行情创下颇段新高之后 告诉会员 十月台子挂架11661 正负两点放空的同时 就如各位所看到的 当时的策略 为什么 为什么是在高点浮现之后 再做一个放空动作 就是孙子兵法所告诉我们的 避其风锐 及其堕归 避开 他长势凌厉的这一段 等到他就长势疲软的时候 进场去狙击他 进场狙击他 在11661正负两点放空 完成之后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行情在这边做了一个挟幅整理 重点不在于挟幅整理 而是在挟幅整理之后 开始出现了跌势 出现跌势来到11601的同时 在操作的指令 也很清楚的让各位 做一个进一步的观察 进一步的检验就是 11点16分 当行情跌到11607的时候 十月台子目前报价11607 11661正负两点空单 改设停留于1634 如未触及空单续留 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的 这个坦白说 并不新鲜 因为这是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 就是所谓的停损的设定 而停损的设定 就像在 就是说行情持续往下 来到11580的同时 告诉会员 十月台子目前报价 11585 11661正负两点空单 改设停留于11616 如未触及空单续留的同时 事实上 事实上 这一个 就说这个 这一个停留点 已经被市场触及 所以这张单子呢 这张单子是在11616 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可是 这些所有的一切一切 可不可以让各位进一步的理解到 如果说 你能就是说把每一次 可以让你 可以让你就是说 掌握赚多 我们不要说赚大钱 就赚多一些钱的机会 然后落实它 这个时候 对你的操作 可不可以就是说有一个 就是说加成的效果 我相信是可以 而且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今天盘后 今天盘后 清代会员的操作 只能就是到明天呢 再来让各位 做一个 做一个分享 而就这一个分享 是为了告诉各位 我们要如何落实 人休息 钱不休息的精神 然后呢 如果说 对 如果说这个行情 在上下200来点的空间之内 来回震荡 很多人都认为 赚钱不容易的 这种情况之下 我却要让各位看到 赢家又是怎么做的 从11月19号 12月台子开仓之后 到昨天的12月10号 加上 加上昨天 1576部分回补的单子 总共在市场上 操作了1比 2比 3比 4比 5比 6比 7比 8比 9比 10比 11比 12比 13比 一共是17比单 17比单 全部都是空单 全部都是空单 对于就是行情来回去认当 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 就是这是一个单向的操作 然后17比单 赚了16比 赔了一比 重点不在这 重点是在于就是赚了这16比 除了可以 持续增加会员的 就是说这个交易信心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 点数嘛 16比 16比 你在市场上面到底赚进了几点 如果说就上下的点数 260点 你可以在市场上面赚进560点的话 你认为这是什么概念 这表示就是说你已经充分的利用了这一个来回震荡的空间 然后让自己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创造超额利润 不是吗 所以如果说能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创造超额利润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 这不就是在期货操作里面以小博大的精神吗 所以在这边可以让各位很清楚的看到会员的操作以及它的操作绩效的同时 我要在节目的最后 在节目的最后再次的跟各位分享赢家心法的部分 刚才各位所看到的 17比操作 16比获利 我相信 我相信在这个市场上也是上得了台面的同时 我却要告诉各位 每一个人投入这市场都希望成为有钱人 可是你却必须要让自己了解到所谓的赢家的心法就是 有钱人跟穷人看到的机会都一样 从11月19号 你所看到会员赚钱的机会事实上是跟你一样的 可是呢 你跟会员的差异在哪里 差别只在谁先行动而已 今天如果说你比别人早一步加入歪马钱炮团队 你就已经比别人早一步跨入有钱门槛的同时 我相信这一个赢家心法对各位来说 它是有一个正面的意义的 至于在明天的行情 在今天明天的行情要怎么看的同时 各位所看到的就是行情在之前告诉各位 它是一个上升相形 然后在今天往上突破了前天的高点 它这个上升相形的架构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操作的重点在哪里呢 操作的重点就是当它明天来到上升相形 突破跟不突破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来到上升相形出现反转讯号 就是我们就进场部件反向单 然后获利最大化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 一个可以就赚 就是可以让我们获利最大化的操作 所以明天当行情来到上升相形 反转向下的时候 各位务必要把握进场赚钱的绝佳良机 节目的最后 再次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 拜拜 拜拜